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传有一句古话 叫做金国不让须眉 红颜更胜而郎 这里的金国就是古代对妇女的统称 而须眉则是指代的男子 古代封建社会女子地位十分低下 当一个女子很有作为的时候 就会习惯性地称之为金国不让须眉 典故出自三国之位置 两级驴前史教书 又至金国妇人之事 一怒宣王一劫 泱泱中华五千年 这样名垂青史的金国英雄不计其数 例如汉朝和亲公主王昭君 大唐明将樊梨花 以及明末女将秦良玉等等 今天 小编就来给大家说 一位中国历史上比较具有血性的金国英雄 此人和岳飞齐鸣 被誉为南宋的花木兰 因为抗金而被敌人残忍杀死 死后还被敌人斩暗 古断 此人就是宋朝抗金名将梁红玉 梁红玉出身一个官僚家庭 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宋朝的武将 只是后来因为范善而被超莫家产 梁红玉也就沦为了一名官籍 其实梁红玉在历史上的名字并不叫红玉 他本姓梁 红玉只是在淹室中多有出现 后来民间百姓也就习惯将他称作梁红玉了 梁红玉虽然在京口沦落封尘 可是由于他精通汉部 又生神力 能挽强功 对寻常的富家子弟多有不屑 在官籍之中也是少有的峡谷柔长之人 宋徽中时期 宋军首领韩世忠 在平定江南的芳纳叛暖之后 在京口大败庆宫宴 庆宫宴上找来了很多的歌姬舞女前来助兴 宴会之上 韩世忠被倾国倾城的梁红玉所倾倒 而梁红玉也被这位英姿萨爽的少年所吸引 两人互表忠常 不久之后便集下了秦晋之号 公元1129年 南宋将领苗傅 刘正燕 两人发动军事政变 带兵冲入皇宫杀死了 宋高宗赵构身边的宠臣和宦官 强行逼迫宋高宗赵构缠位 用历年仅三岁的皇太子赵夫做了傀儡皇帝 此时苗傅 刘正燕担心韩世忠率兵秦王来攻打自己 就将身在京城的梁红玉扣留作为了人质 梁红玉则是假装顺从苗傅 刘正燕两人 表示可以出城说将自己的丈夫韩世忠归顺 然而 当梁红玉快马加鞭 展大丈夫韩世忠那里时 却劝戒自己的丈夫要以国使为重 出兵剿灭叛逆 最终在夫妻二人的理应万和之下 姚父 刘正燕两个人发动的军事政变 被成功镇压 被解决之后的宋高宗赵构 重赏了韩世忠和梁红玉 同时还策封梁红玉为安国夫人 公元1130年 新国首领完颜东壁带领的金军南星 誓言要搜山捡海 活捉赵构 完颜东壁大军一路势如破竹 将赵构打得丢盔弃甲 落荒而逃 可是 完颜东壁的军队长时间 深入南宋腹地 受到了南宋军民的不断袭扰损失 惨重 决定带着从南宋搜刮而来的金银珠宝北宽的时候 却被韩世忠和梁红玉率领的八零零零水师 围困在皇天党地区 在这一战中 韩世忠一马当先冲锋陷阵 梁红玉亲自雷鼓诸威 南宋军队大败金国军队 整整围困了完颜东壁长达一个月的时间 然而1135年 金国又行重兵来返 据史料记载 少兴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梁红玉不慎遭遇金军埋伏 与敌极战力劫而死 据说梁红玉在与金军对战的过程中 英勇非常 身上多处重伤 肠子都从伤口中流出来 被杀死之后 敌人残忍地将他斩成了武断 在金国大肆炫耀 后来 完颜巫术被梁红玉的英勇战绩所感动 主动送回了梁红玉的尸体 当梁红玉遇难的消息传到了南宋之后 朝廷为其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很多京城百姓都自发地前来评调梁红玉 这位为国牺牲的金国英雄 梁红玉遗戒女子 为国家不惜血染疆场 骂着 过失的行为 李英明垂青史被万事敬仰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李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李明镜